我们想给你看看你现在可以怎么使用这个会议 如果在左下角你可以看到一个地球的标志 然后你点下这个标志 然后你就选择你想要听的语言 请你把原声的这个声音关掉 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是我们第一次提供这个翻译服务 然后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组织这个会议 然后我们尽量尽我们所有的努力 去很感谢你们的耐心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想讨论一些今天的内容 我们今天会讲很多很多的内容 然后我们会分享我的这个材业 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请你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然后在会议结束会议尾声的时候 我们再给你进行解答 如果我们会把一个 我们会分享一个链接在公共频道 然后如果你想要选择你的语言的这个翻译键的话 请点击那个链接 过去 我现在看不到这个 我们现在想知道谁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现在我们没有很多多频道的 因为现在我有很多的这个后台的这些运行啊 沟通啊 所以如果我错过了你的信息的话 我也是一个生语的妈妈 然后语言服务获取这个语言服务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1990年左右当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我也是做一个双语翻译 然后我讲西班牙语 当时并没有很多的翻译服务 当时虽然有提供语言服务 但是资源是非常的少 有的时候你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够等到 有人来帮忙做翻译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并没有被提供这种语言翻译服务 虽然他们有这个翻译服务 但有的时候是非常的有限的 当他们回家 他们很多信息是缺失的 你只有了解了更多更清晰 你才可以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们的宗旨会议的宗旨 我的名字叫Gail 我是在CPEC工作的 我也非常开心可以加入这个会议 当时我也是一个翻译也 我也希望说 这里的今天来参加的各位 可以理解我们的这个困难点 谢谢 帮助扎导导中心 自1983年以来就成立了 我们是全美国连锁的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我们提供所有的特殊教育的信息和支持 我们这个提供的服务 主要是针对残疾人 或者家里有残疾儿童的家长 我们的愿景和使命 我们的愿景是让所有的家 家庭都拥有信心 然后知识和了解 我们认为说 所有的家庭是孩子 可以好好学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认为说 康周家长倡导中心的使命是教育和支持 很多人认识 所有参加魁闷心病 然后我们现在到下一页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我们这下面这几个组织结构呢 这组织机构呢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以下的这五个组织和机构 我们跟他们也有长期的合作 谢谢 在我开始说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之前 我会停止我的屏幕 我要调整一下这个语言 然后要确认一下他们翻译 可以听到正确的语言 然后 调整一下 对 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什么是语言服务获取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和了解 语言服务是给那些不上场 或者根本不会说英语的人提供的 能够更好地获得各种的服务 各种的福利信息 以及项目和活动 一些很重要的资讯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说的更深入一些 现在我们说了一些关于语言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你是怎么想的 你可以非常 你可以对我们非常的开诚不公的 如果你用你的手机来参加这项会议 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讨论频道 所以你不需要用QR code QR码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然后我想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到底了解这个服务有多少 如果 一到十 评分一到十 然后 一是很很少 十是很多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二维码扫码 去做一个投票 或者你就可以把你的答案放在我们的公共信息平台做分享 然后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了解学校里一些描述的为掌握语言的个体的不同的俗语 然后我们探索建立一个中式语言多样化包容环境策略 了解为什么语言平等对你们孩子的教育至关重要 了解语言获取平等相关法律法规 定制有效的沟通策略来跨越语言障碍 比如说用口译和笔译言论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语言服务的激增 然后 在左边你们的方框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就是 估计 右边的话是抗住本地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会 在全国范围内 五岁以上在说英语之外的 孩子约占全国人口的21.6% 全国有8.3%的人他们说话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本周的 在本周大概有22.8%的人说英语以外的语言 这些是区别 就在这个人口里面有39%多的人他们的语言说的非常的不好 然后这个跟全国的数据相比的话就是很 然后2020年本周调查的结果是说有12.3%的人 我们的学生是不会说英语的 然后在其他的小语种 包括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海地语和普通话 当你有这个数据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在我们居住的小镇里面 他们主要说的是什么语言呢 除了英语以外他们的主要语言是什么 你可以想一想 这些信息都是会变化的 我们在不同的城镇不同的乡村的话 那这个语言的比率会不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看看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个语言服务 然后 所谓不精通英语的人 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缺失缺陷 第一 好 好 定义 语言不精通的人 可以是在以下几点 几个或者一个里面有困难的 我们可以 很多地方他们把这些人定义为有圣英语能力的人 或者学习者 这些人包括了学校 教育者 家长 还有支持家里 家庭运行的人 然后 这里 包括了电话 会议 当我们想到学校之教育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校长 校长学校 然后 教育 教育者 然后你们想想看一些会议 家长会 504会议等等 他们都有很重要的功用 然后如果语言不精通的话会造成一些问题 我需要你们在这里 去看 作为家长 作为家长 你回想一下 在以下这几个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忙 比如说阅读 说 写 理解 英语 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 你 不好意思现在已经超熟了 嗯 我们现在 我想 嗯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英语的翻译软件 然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家长都会用这个 然后我们下来 你们还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对吧 回答 接下来 接下来我会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整个流程 作为家长 我希望你们可以想一想看 你在几下的这些范围内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是学校教育者的话 我们想让你去想想看 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家长 你认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是有困难的去理解去说去表述 我希望你们可以去想一想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困难和需求 然后接下来我会给你一些例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是双语的家长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 当家长打电话 他进来告诉我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他们提供 帮助 收集信息帮助这些家长 然后他会解释给他们听说 这个会议里面我们有哪些重点啊 哪些重要信息 当我跟他们有这些交流的时候 然后他们觉得我们说的太快了 或者我们说的一些 呃用的一些词汇 他们不是很理解 或者有一些文字 我们提供的他们并不理解是什么问题 如果 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回答你 然后 我们这边有几个情况 然后 他说确实当时很多的 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有提供翻译的 但是 我就问他们 那你们是不是有告诉他们 我 你有这个语言的需求 然后他说 在长周会说 有的时候会说 OK 我有跟他们说 我有告诉他们我有需求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我的语种的翻译 或者我没有告诉他们 我有这样子的语言翻译需求 呃没有告诉他们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害怕 第二个是我不知道我可以有这样子服务 然后 人家 他问他为什么会害怕 然后他们说 有的时候我会认为说 如果我告诉他们 我的语言不好的话 他们会 其实我的家庭 或者他们会 对我的移民状况 身份 有怀疑 我现在想告诉我 所有在这里的人 作为翻译 我们这里缺失了什么信息 然后翻译有 出现 但是他们翻译没有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 并没有做完翻译 然后学校 比如说 学校的会议是半个小时 然后翻译只翻译了两分钟 或者我的一个翻译材料 大概是五到十段 然后翻译只给我翻译了两句 作为家长 如果你发现 你有这方面的困难或需求的话 你必须告诉我学校 现在如果 你可以清晰的意识到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有任何这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困难 你最好 要用你自己的语言 告诉别人 你的困难点 你必须 理解 当家长会议的时候 或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个时 困难的会议 当时你们可能会很情绪化 然后有很多的信息 你是需要理解或需要获取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翻译服务 有的时候不需要 有的时候可能老师只是给你打个电话 告诉你 你的 你的孩子 把 sorry ok 如果有些只是简单的信息 那你可能不需要翻译 但是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信息的话 你还是需要语言翻译 作为家庭的支持者 如果你发现这个家庭是需要就语言服务的话 你应该也提醒他们 或者告诉 就 这个他们需要这样子语言翻译服务 作为学校之呃教育者的话 如果你发现这个家庭有理解上的困难的话 应该主动去问他们他们需不需要语言翻译 就作为教育者 如果你跟家长沟通的时候 你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述 然后发现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的话 你应该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 你可以向他们提供这种翻译服务 呃翻译人员他们需要更专专业的能力 专业知识去做好的翻译 像你的一些朋友 也许他们可以说双语 但是也许他们还不够专业 给你提供翻译服务 作为家长 律师告诉学校 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与你进行沟通 你需要呃 手语服务 还是你需要翻译服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呃 对你的孩子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沟通是非常重要 如果呃 无法良好的沟通的话 对你孩子的一个成长教育是非常有 有害的 因为你不知道 呃 对学校给你的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 什么样的资源 这个 当家长家庭更多的去揭露参与学校的一个活动的话 对你们的孩子 对你们孩子教育是有帮助的 嗯 家长们你要知道 您是您孩子教育里面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成员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被平等对待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你也是平等的 在教育这一块 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 你的孩子会感变啊 嗯 老师也会改变 家长来 家长这个在这个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知道你孩子的身体状况 你知道家里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包括像离婚啊 或者家里有什么更大的事件发生 然后你知道你们孩子的性格是不是害羞啊 你知道他们的强 强项 你知道他们的劣势 你知不知道你会更了解他们在 然后你更好的能够去参与这些学校的一些信息的话 对孩子来说是 有有益处的 有益处的 能不能够关注如何缩小这个差距 你可以 如果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理解 对方说的什么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建立 很好的一个沟通 我觉得为什么 对 更换 好 我沒有看到燃燒 很抱歉 然後我們想想 你想想看這個語言 語言的 困難對你的學校教育方面 有什麼影響 不管是在醫院方面 或者學校方面 如果你有這個語言的服務的話 你就可以更好的 表述你自己 所有這些方面 對孩子的教育 都是有 幫助的 然後同時呢 這也是一個法律責任 我們等會會 跟你展示不同的法律 來支持這一塊 然後 這很重要 你知道什麼法律師 支持什麼項目的 接下來 1964年 我們民法 1974年 平等教育機會法案 這個是提供給所有人的平等 公平的教育機會 2015年 出了一個 每個學生成功法案 第一章和第三章提到了這一塊 同時 1990年 我們有 殘疾人教育法 是針對 特殊教育的 廣州多語言學習 學習者的權力法案是2023年7月剛剛生效的 同時 我們有英語學習者的一個法案 說每個人都可以提呃有就平等的機會去學英語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州立法案 裡面提到了語言測試 然後語言學習 我們看看第六章 民法案 民權法案第六章 在美國任何人不得因為種族膚色或者國籍 而被排除在外 接受聯邦政府財政援助的任何的計劃活動之外 被剝奪任何的福利或者遭到歧視 語言困難的人也是可以獲取所有的服務和資源的 這不僅僅是學校要提供這樣的資源 包括醫醫生診所或者任何的只要是美國政府 資助的 的機構都應該提供相對應的服務 等會我們會解釋更多一些 需要長稍微慢點 然後接下來 第六章 我們這裡有一個行政命令13166 這個是一個具體的執行命令 還有四塊 分開了四塊 所有政府 資金資助的這些組織都需要給大家提供語言服務 他們需要上提供這種語言分譯服務 這四個因素分析 這四個因素分析 我們要看看這個這個個人是不是有 呃 英語困難 第一次困難 讓 我們在對比國家數據和當地周立數據的時候 我們想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要看看自己的這個小區 這個城鎮 有多少種不同的人種區 劃分 然後我們要從不同區到不同區 好 在 每個區域的負責人都應該要有這個啊 信息 哪些語言是當地最 最常用的一個語言 然後當地 政府就應該理解這個項目 的重要性 他們是否可以提供足夠多的資源 然後這個項目的這個重要性 以及他們 以及提供這個語言服務的一個成本 接下來是 誰必須遵守這個 州政府機構 地方政府機構 這些機構都需要提供這語言項目 然後提供這個語言服務都是要免費的 私人 私人和非營利組織機構 他們也需要提供這樣的服務 比如說 比如說 州 州立教育機構 社會社安服務 然後精神 精神服務等等 他們 這個都是在州立範圍內 然後我們還有當地的一些 然後我們還有當地的一些機構 比如說你們 這裏面提供一些服務的 一些活動的 然後一些教育服務等等 這個 這個 私人和非營利組織 從政府 收到 經濟支持的 他們也要 提供免費的語言服務 另外一个是指方 售一方 指售一番 就不是直接从联邦拿钱 但是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机构 收到一些经济上资源的 他们也需要提供服务 接下来 一个有效的LEP计划 是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的 首先要识别他们的语言需求 然后需要帮助他们 语言帮助实施计划 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服务 是要面对面的服务 还是在线的翻译服务 或者是电话翻译服务 同时我们会给他们培训 给大家提供培训 知道你们要怎么样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翻译服务 然后怎么回复 如果有人 个人打电话进来 要怎么样去回复 然后我们也 也会 做一个 测量 看看这些翻译 他们的翻译质量如何 他们是 如何去 他们对个人提供服务的时候 服务质量怎么样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我们会给他们一个反顾会 如果有人有任何需要 这个语言服务的话 我们也会分享这个信息 我们不可能会给他们一些 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 信息资料 我们也会想让工作人员知道 有没有人 然后我们会给公众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告诉他们信息联系信息方式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语言 翻译服务 包括 包括手语 然后我们会制作一些小卡片 然后 我们需要写下来你们需要的语言 翻译语言语种 也许我们可以用 电话翻译服务 你可以想想 你需要什么样的翻译服务 你需要个人面对面的翻译服务 还是需要在线的一个翻译服务 然后我们会进我们最大力量去收集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去了解 个人的需求 我们是需要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翻译人员的能力和技能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方面不是特别擅长的 然后 我们 我们要看看他们的了解他们的能力和他们的专业范围在哪 然后 给大家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他们有没有一些包括提早了解这信息看看翻译的内容 有没有是需要非常专业的词汇 接下来 接下来 这是语言计划 我们做调查 我们会先做调查然后确认大家的语言服务的需求 我们不止有西班牙语的 的的翻译我们包括有法语法语西班牙语 我们还有呃语言乐线然后提供将近一百七十多种语言 然后在培训 然后在培训期间的话呢我们提供同声传译服务 或者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笔意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文件翻译 然后我们有商与的员工 可以帮忙做翻译 可以帮忙做翻译 当时我们对员工进行翻译 我们给这些员工进行翻译 让他们知道他们会提供给需求方 呃 文化的名啊以下我们培训员工以下方面文化的敏感性提供语言服务和最佳的实施计划 然后评估语言服务有效的方法 然后我们每两年都会再回头看一下我们这个计划是否实施有效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每个学生都成功的这个法案是在2015年生效的 他的宗旨是提供所有的孩子一个公平的教育机会 然后公平公正高质量的教育给他们提供 然后缩小教育上面的差距 要确认公立学校提供平等的教育给所有的孩子 然后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的学习成绩 这里面需要确认不管学生的种族 种宗教 然后包括他们一些特殊需要教育的学生都提供同等的平等机会 在第三章 在第三章他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些英语学习的学生 家长 然后教育信息和资源 第三章 同时还 第三章 同时也提供了一些信息给那些英语学习的家长或者学生 有什么样的项目他们可以参加 然后有什么样的资源他们可以使用 如果他们需要任何的翻译服务 他们都可以享有 包括家长会 包括普通的会议 每一次 当家长要跟学校沟通他们家孩子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 他们都需要提供这个语言翻译服 如果不是面对面的翻译要提供再线翻译服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来讲讲平等教育机会法案 平等教育法案说的是 平等教育机会的权利 所有的公立学校都要对就读的孩子 享有同样平等教育机会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学校拒绝了平等的教育机会 没有给你们提供 这语言服务的话 让孩子无法 无法更好地理解学校的教育资源 和信息的话 他们就违反了这个平等教育机会法案 学生 这个平等教育机会不仅仅是学生 同时也是针对家长 有的学生可能他们是语言 英语 英语学习者 但是他们的英语学习很好 但是家长并没有这么好的语言能力 他们同样 学校同样要提供给家长 这样的翻译资源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家长有可能会措施一些信息 或者会误解一些信息 这个法案 不仅仅是针对学生 同时是针对家长的 就是提供一个机会 这包括有可能是运动 有可能是一个春游 或者是学校提供的一些 兴趣少数 家长的话是需要了解 这些学校提供的这些机会和资源 给学生的 然后当我们来 谈到一些沟通 这块的 有些家长是有语言 这样有的家长是无法听到的 有的家长是无法 读这些资料的 文字资料的 所以家长和学生都应该 享有这个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权利 接下来 我们来谈一谈 残疾人的教育法案 也叫做 ID 这个项目呢 是一项针对残疾儿童 青少年 这一群特殊教育需求的人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联邦法律 这里面他们规定了一些 范围必须被翻译的 比如说一些文字的 谢谢 这个项目是不包括个人的教育服务 私人的教育服务 所以你应该了解一下 很重要了解一下 学校提供什么不提供什么 这些 这些法律法规 他们不是单独拿出来用的 他们是全部合起来用的 也许你的 也许你的孩子 比如你的孩子是一个残疾儿童 HIDA他只给提供部分服务 但是其他的法案同样 其他的法案同样提供了服务 所以当这个法案不完成的时候 别的法案就会开始生效 起到作用 所以了解这些法案的内容 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需要特殊教 特殊需求的学生 来说家长的参与就更为重要 所以你们应该 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 这样子的统计调查 然后这样子更好的 我们想要谈一下 Session 5 504计划 任何 任何只要是政府资助 联邦 经济资助的机构 都需要提供这种语言服务 我想让你们知道 非常重要你要告诉别人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语言服务 然后他们是需要向你免费提供这个语言服务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法案 它是多语言权利法案 然后以前它的前身叫做语言 英语言学习语言学习者的权利法案 这是要求学校董事会会根据要求你们的需求提供翻译服务的 这是学校要向学校的家长和学生提供以下的服务 为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家庭提供学校翻译服务 然后要无论这个参加在校学生的移民身份 公立学校都需要向他们提供这个服务 增加了获取语口译员声语教育 以及家庭主要原因 给不讲英语国 不讲英语的家庭提供 中年和口头的翻译 同样呢 他们这个法案给学生的家长和学生提供了 接受语言教学计划的信息的权利 接下来 这个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一下 由于缺乏语言服务而导致的一些负面的结果 比如我们可能就措施了课外活动的参加的机会 然后学习的问 学习上如果有问题的帮助的途径 也会被限制 然后 如果没有提供这个语言的翻译服务的话 有可能学生就会减少了 学校的选项 高中课程的选项 然后课后的一些活动 然后有可能 这还包括一些大学的规划 理解学生的进展 提供教育机会 比如说早期大学经验 荣誉课程 AP课程等等 这样子的话 他们在大学 如果错过了这个AP课程的话 他们可能在大学里面就没有办法拿到学分 然后包括一些助学贷款 助学计划等等 这没有语言翻译的话 也可能还可能会影响家庭获取非常重要的信息 然后学生可能会错过很多重要的机会 包括家长会 有可能让孩子还会错失一些做兼职的机会 然后特殊需求的学生可能也会错失一些机会 包括学生的评定 满意服务 他们可能都会错过 然后不仅仅是学校 还有很多的家长 学会 学生学会 他们都有可能会错失这些机会 所以我们想要确保学生和学生家长 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所有的资源信息 他们可能没有被提供这些服务 或者你有什么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顾虑 关于你孩子的教育和 你有可能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 或者有什么大学的一些信息资源 进入大学之前的一些信息资源 你也可能会错失 接下来 当我们来讨论这些法律法规的时候 这些是一些责任 我们知情同意的权利 然后权利 通知的权利 会议中的口译的权益 还有事先书面通知的权益 口头 重要文件翻译的权益 底线就是 就是当我们知道了 我当时做了我很 我知道的事情 我现在知道更多 所以我做得更好 很重要 反馈是非常重要 我要知道我们哪里做得不好 下次才会做得更好 所以收集这些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反馈的话 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下一次 很高兴 我们不是完美的 我们的关注点是我们 如何可以更好地帮助这些家长 家庭 然后告诉你们所拥有的权利和权益 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需要制造自己的权益 这样你们才可以更好地帮助你们的孩子成长 你也可以成为 员工或者志愿者 然后建立这种双语文化的一个群体 然后你们可以建立联盟多元化社区 一起联合作 然后我们也可以欢迎大家参与人做会议 参与讨论 有的时候一些学校做得很好 一些团体做得很好 一些社区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 我们要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他们的权利和权益 以及他们的资源 我希望大家可以很明白地知道很多的法律法规是保护我们的权益的 他们是需要向我们提供免份语言支援的 语言翻译支援的 我们在圆州会议我们有提供两种语言 我们有英语组 我们有西班牙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想让你再做一个投票 然后看看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以后 你们是不是了解的更多了一些 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别分享一下更多的你的反馈和资讯 当你们在做这个调查问卷的时候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让你们再做一些 现在给我们一些反馈 给我们做个调查问卷 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脑海里面出现了哪些词汇 当你想想语言获取公平公众这一块的时候 你想到了一些什么 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信息分享给大家 我们也在慢慢的进步和进行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建议意见 请也在公众频道分享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 对这个项目我们是抱有激情和热情的 我希望听到更多的反馈的声音 让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还 我们有两种工具 一个是给家庭提供的 一个是专业专业翻译者提供的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翻译和教育资源是我们 我们收集的有些是别的机构提供的 然后我们会把它分享给大家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小组 我们这个小组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 跟帮助家庭更好的学习 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投屏 如果你们还有你们是用手机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参与 接下来 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去回答 这是以下四方面的 一个就是你认为你是否有这个平等的资源 获取语言 然后你是否觉得公平 然后公平权益 你所说的语言 以及你的结论 现在 我们现在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也可以放到这里 然后现在有人在问 学校提供的 这个软件 学校现在学校提供的一些教育软件的话 你们是可以选择自己相对应的语言 但是那个高科技是高科技 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犯错的 然后学员就会犯错 有一些翻译并不一定准确 所以这个这个翻译呢 只是最接近的一个翻译 我们会提供一些这些资源 但是即便是翻译软件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可能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准确 有的时候很很接近有的时候完全不是词不达意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就 我就想让你们 对我们想让你知道说这种情况是 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 很困惑 因为他们并不翻译并不是准确的 我不是说他们的翻译都不对 只是让你们知道有可能存在误差 因为很多这种翻译 都是电脑翻译的 机器人翻译的 所以不一定完全准确 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有 请问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或者意见吗 都可以在公众频道分享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提问 只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今天提供的所有的语言 我们都会提供这个翻译件给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随时发问 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 家长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或者你们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都可以在公众频道分享 先生 先生 你的语言数据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准备 就是会 还有 那你再想想看 在你们当地 还有什么别的语言 是最常用的语言 当 有时候家长会啊 一些学校会议啊 你们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样的语言服务 你们是需要 你们需要同声传语 你们需要面对面翻译还是怎么样 这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会 那个我调查问卷 这样一个投票 调查问卷的投票 请大家投票 这是一个样样本 这就是调查问卷 就是这个 嗯 我们 请大家知道我们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做到最好 然后这是一个五个问题的一个调查问卷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这次的会议也是非常的有组织的 然后内容是非常的清晰 你是 呃同意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还是非常不同意 第二个 今天的培训提供的资讯 你是不是觉得你收到了足够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家孩子的需求 你是 你是 不同 同意 不同意 你今天收到的这些啊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很清晰很有用的 是 同意非常强力同意同意不同意 强力不同意 第四个问题 你参加今天你参加会议是以什么身份 你是家长 还是教育 提供者 家长 教育者 你今天选择了哪种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还是其他 请你们提供 你们的 投票意见 谢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疑问 嗯 这个叫 呃 miss barry 说 谢谢大家 分享了这么有用的信息 链接 有资讯 谢谢 谢谢大家 参与这个会议 嗯 现在 没中语啊 我们其中两种两个翻译服务 感谢大家参与翻译 没有�� 相纪 Rubні 第一天 我知道 estate 区 我 睡 喝 一 泄讯 倪